作词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但至少我们 还有我们 千万个孤独的灵魂 至少我们 还有我们 为何彼此奋不顾身 徐州那边的分店怎么样了 你放心吧 分公司注册的情况 都在稳步进行中 但是我想跟你们说的不是这事 我就是觉得吧 我最近的状态特别不好 自从我回了徐州老家 每天无所事事 我以前的激情 斗志 全部都消磨没了 所以我回来呢 除了是要赢奖金 我还想调整 调整自己的状态 明日比赛时间 中午一点 你们仨来不来啊 你照最近啊 特别累 忙了一个月了 一直没有见到金刚 大样小家伙了 带了去海洋动游 艾米的父母啊 明天要来 他们想要在这边逛一逛 你说我是不是得陪着吧 我跟吴总约了去嘉心 看分店的事 这你们仨这 那不来就不来吧 免得我比赛看到你们仨 我还紧张呢 你是不是有点紧张啊 紧张 我李杰森的字典里 有这几个字吗 臭屁 你跟你那三个哥们 学点好行吗 丁妹 你这背后说我们坏话 这可不太好 你们三 你们不来了 你们不是不来吗 你的人生大事 我们怎么可能不来呢 就是啊 这万一要是我们不来 说不给你动力 这万一输了 这国背不了啊 可以啊你 我们是过来给你个惊喜 怎么样 杰森叔叔 你可别让我失望哦 好的 小金刚 叔叔一定给你拿回来 二十万奖金好不好 来 继个继 来 景哥 来 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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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 耶 欢迎各位来到 上海第一届甜品大赛 决赛的比赛现场 下面我将为大家隆重地介绍 入围本次决赛的厨师 他们是十七号爱好餐点行政主厨 你说啊 这第一轮结束之后 会不会一日聊晚 我说你嘴怎么这么准啊 肯定不能啊 我跟你说 今天必须拿名字来 当然还有来自 废友餐厅的李杰森先生 那么最后呢 我将为大家隆重介绍 大名鼎鼎的甜品之王 盖利先生 掌声祝贺他 好的 下面我将为大家介绍 粉丝比赛决赛的比赛规则 在这里呢将会有不同的命题 我们将会根据六位评委的点评 去掉最高分和最低分 选取平均分 以及结合网络投票 来决定今年的甜点之王 现在我宣布 上海第一届甜点大赛决赛 正式开始 人生感悟 我们的六十六号拳手好像出现了事故 请抓紧时间 现在距离比赛结束 还有最后的十分钟 这个问题 不是 要是现在开始重新做的话 还来几个 每次在家里做啊 用很长时间的 这么多配料 因为来不及了吧 那现在怎么办啊 杰森 不要放弃啊 兄女们 我好想吃冰激凌 现在谁要给我买一冰激凌 我会找他爸爸 等着啊 孙子儿子吃冰激凌喽 咋做的啊爸爸 果汁养了多 牛奶还有一些坚果 搞定 我跟你说杰森 你这辈子 真的不适合当一个哲学家 你是个储子 你 你 是个储子 是个储子 我会不两个气 还不够 书役 现在六十六号选手在干嘛 在距离比赛还不到十分钟的时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来自Fill High的李杰森选手 我们注意到你在比赛的过程中有些反常 好像是遇到了一些问题是吗 不过你还是坚持到比赛结束 按时结束了自己的创作 可是你面前的这个作品和其他的选手比起来 似乎有些过于简单了 我抽到的选题是 以人生感悟去做一道甜点 刚开始我有点懵 我在想 我人生最重要的是什么 今天我的女朋友也来了 倩倩 对不起 请允许我说出我内心最真实的想法 在过去的几十年的时光里 我人生最重要的就是他们三个 跟我朝夕相处了十几年的好兄弟 但是在今年 我们四个都有了人生的转折点 我选择了跟他们分开 离开这座城市 所以今天呢 我想制作一道特别简单的甜点 来怀念我们已经逝去的青春 让时光重现 所以 我给我的这道甜点命名为 兄弟四人组冰淇淋 每一组冰淇淋 都代表着我的一个兄弟 首先我要说的是 郭崇 他一直都是一个老实人 不过最近他好像开窍了 找了一个女朋友 比自己小十几岁 彻底地放肥自我了 所以代表他的这款冰淇淋呢 我用的是香草牛奶冰淇淋做外壳 但是我希望它的内力 充满了爆炸元素 所以夹心 我用的是甜苏打和跳跳糖 我希望它外表沉稳 但是内心越来越炸 突出它闷骚的核心 夏小菲 她是一个浪漫的人 永远热情似火 上窜下跳 好像永远用不完的精力 但是有的时候 有那么一点不靠谱 所以代表他的这款冰淇淋呢 我用的是重乳酪 和大量的动物奶油 我希望它的味道能够很浓郁 但是内力 我用了最简单的食材 就是果仁 这也是我对它的期望 我希望 它外表永远热情似火 但是内心要更多一点地 那种本重踏实 接下来我要说的是 我们的大哥童语 他是我们四个人中 最优秀的一个 也是我见过最聪明的人 也算是我们四个人的 主心骨吧 他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就是从小 家长嘴里的别人家的孩子 长大后 女朋友嘴里的某某男神 我这么说大家都明白了吧 跟这样的人相处啊 很矛盾 有的时候你希望离他 越远越好 为什么呢 因为跟他在一起 就会显得自己很惨 但有时候呢 又希望自己能够变成他 像他那么优秀 他外表看上去很刚强 但是他内心却很柔软 为什么会这样呢 因为他善良 热情 还有坚韧不拔的内心 所以代表他的这款冰淇淋 外壳 我用了浓烈的狼母酒 作为调味 那里呢 我用的是软糖 包裹着热巧克力 当你拨开它冰冷的外表 你就能够品尝到最浓烈的甜味 那么我就没那么复杂了 我就是一个简简单单 平平常常的普通人 所以代表我的这款冰淇淋 是最简单的牛奶冰淇淋 但是在这十几年的时间里 他们三个包容着我 帮助着我 保护着我 所以我的这款牛奶冰淇淋里面 也夹杂着他们三个人的口味 以口味来分层 因为 其实现在的我 早就有他们三个人的影子了 我们四个 就是不可分割的整体 这就是我的人生感悟 十五年的时光 四个人 四款冰淇淋 我说完了 好的 现场尊敬的各位嘉宾 各位媒体朋友 接下来就是最为激动人心的时刻 本场比赛的冠亚继军 就在我的手中 那究竟是哪三位甜品大师 会得到如此殊荣呢 首先让我们通过大屏幕 来了解一下他们的支持率 根据网络投票 Garis先生的支持率达到了百分之三十三 那我们的李杰森先生的支持率 达到百分之四十六 我叫杰森第一 等等 等等 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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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冠军会是谁呢 他会是人气最高 被认为甜品之王的Garis先生吗 还是来自菲尔餐厅的黑马主厨 李杰森呢 获得本次比赛冠军的是 是 甜品大师Garis先生 掌声 祝贺他 行行行行行 他有亚军 那 最后我要公布的是 亚军得主 他就是 来自菲尔餐厅的李杰森主持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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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来 来 干杯 恭喜啊 健三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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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怎么着 这拿了个亚军 这 这 还不开心了 爱声叹气 真的是 我这个亚军啊 我得感谢你们 是你们给我的灵感和勇气 但是我最近 其实状态挺差 怎么了 这变谦虚了 真的 我回老家这几天 我也做了几次甜点给我父母吃 可是再也不是以前那个味 我刚开始呢以为食材不对 我就找来了一模一样的食材 结果 还是一样 味道还是不对 为什么 后来我想了很久啊 我终于想明白了 甜品 就是让人快乐的食物 如果连做甜品的人都不快乐的话 那他做的东西怎么可能让人快乐呢 你别想这么多了 等到咱们分店慢慢开起来之后 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咱们真的要开十家分店吗 小飞 你说新招的助理做出来的甜品 不是我做的味道 那十家店味道谁来保证呢 我不能够接受想甜品味道发生改变 因为这是咱们的心血 也许这只是一块蛋糕 四大天王和浮云 我都是投入了感情的 我知道 这个投资是小飞千辛万苦找来的 赚大钱嘛 谁不喜欢呢 对不对 但是我们真的要这么一头扎进去 做一件我们完全掌握不了的事情吗 如果失败了怎么办呢 那可能失去的 不光是一次机会而已 可能连店都没有了 杰子 其实你刚才说的这些所有 一直都是我的顾虑 敬你 我也敬你一个 你徐州没白带啊 我最开心的事情就是在后厨 做一块又精致又好吃的甜点 我就非常开心了 我就满足了 杰子 我必须跟你说一下 梦想是不分大小的 你今天说的所有的话 我都听懂了也听见你了 杰子 你放心 我会好好想想的 来 也许我今儿有点喝多了 但是我头脑特别清醒 我想明白了 我想回来 我觉得李杰森不会回去了 怎么了 我跟你说啊 男人就跟这开心果似的 不开心就这壳 开心了才能见到果 他什么状态 全写在里面 你是说他不想在徐州待了 真的 其实徐州的生活挺好的 生活节奏慢 又舒适又安逸 但是太平静了 平静得让人害怕 其实这一切对于我来说 好像挺好的 但是 这真的是我要的生活吗 我就在想 难道我就要这样过一辈子吗 所以我想明白了 虽然上海对于我来说 并不友好 但是 我就是想回来 他在徐州 就这个壳 果在这儿 所以他肯定会回来 复唱复随 倒挺贴心呀 那是 老娘这么多年就 谈了这一个 虽然是个半成品吧 慢慢来吧 看着我干吗呀 你呢 看你那状态就不对劲 我怎么不对劲了 眉毛都这样了 怎么回事啊 也没什么 就是比以前忙了吧 然后 就 也不是过去那种感觉了 说不上来 也不奇怪 你俩连装带眼的也有一年了吧 可能是我想多了吧 姐子 咱们这年龄都不小了 你别骗我们 禁不起这折腾啊 就是啊 我头都大了 一会儿什么欢送仪式了 一会儿什么接风了 有完没完来来回回的 你给个准信 我问问你 你要是回来了 这个徐州分店 你该如何是好呀 你如果坚持要开分店 你可以反拼我吧呀 反正他也懂 本娘杰森啊 你要回来的话 我们肯定支持你 但你确定真的不走了是吧 我想明白了 真不走了 你们这个反应太让我失望了吧 我跟你说 好不容易想的 我也太贴重了 别听着到我们家 这个 这个 杰森走的那一天啊 我说过 有些流失的东西 再抓也抓不住 然而今天 我却想说 有些永远也不会消失的东西 他任凭岁月如何蹉跎 现实如何碾压 却都不会 消失 那 就是我们 那 我参加了一个厨师比赛 得了一些奖金 我想去看看 看能不能 叫一套房子的首富 所以 我还是想留在上海 对不起了 妈 好 哎呀 你这个又要还房贷 对不起 不 我 吴总 其实这些天 我有些新的想法 这个蛋糕店呢 其实是我跟杰森两人 在共同经营着 我们两个说实话 精力确实有限 就担心 如果说分店开太多的话 我们会精力跟不上 经营也跟不上 会影响蛋糕的质量 还有它的口味 所以 我们再三考虑 开分店能不能 再少开几家 这不是问题 店一多 口味肯定会参差不齐嘛 你看星巴克 他们一样 虽然是统一种程序 但是口味 还是很难做到 每家店都一样 差不多就行了 其实我倒是觉得 最近听到一个消息 这星巴克第三季度的 整体的利润 它下滑了百分之七点六 你到底想说什么 想这个品牌 还有想这些蛋糕 这些用户 我和杰森特别想维护的 那杰森曾经也说过 就甜品这个东西 是给人带来 幸福感和满足感的 那如果说 想要把这个甜品做好 那做甜品的这个人 必须安心 必须要有幸福感 他才可以把这种 幸福感和安心的口味 带给所有的老百姓 向先生 现在所有的人 都想靠着别人的资本 把自己的事情做大 难道你害怕 是我承认想把事情做大 这是些很好的事 我也想这么做 但是 有一个前提就是看 它需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 对于资本这个事情 当然我也听到很多例子 有大量资本进入之后 导致了整个产品和质量的下滑 我的习惯是 要么不做 要么做大 如果你不改变你的想法 我想 我们没有必要浪费彼此的时间了 那 吴总 实在是对不起啊 你真的 去听从一个蛋糕师傅的话 而不相信我 吴总 或许有一点你可能是误会了 李杰森 他不仅仅是个蛋糕师傅啊 他还是我的合伙人 最重要的 他是我兄弟 你的辞职报告我收到了 说实话我很意外 我想先听听你是怎么想的 是不是被学校总在传的那所谓 师生恋影响了 没有 这事跟艾米没有关系 我自己觉得 我应该做一些改变了 是 是 其实我最近写了一本书 这我知道 我也在网上看到了 写得挺活 很好啊 我当教师这么多年了 我还真的头一次 感受到了这么大的成就感呢 所以我就在想啊 我当初为什么要做教师啊 其实因为父母觉得稳定 当然 我自己觉得还不错 这样一上十几年就过去了 我上课时候的态度也比较自由 年轻人很容易接受我 当然我心里很清楚 这只是外 我的内在 其实并没有做好 我现在就在想 到底怎么样 才是传承历史的最佳方式 你 我正会说 我本来是 我说的 你准备了 我对我说 我再给你 我叫我 你 我那是 我 我 你 你 我 我 你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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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累不累啊 还好 你可比我辛苦多了 你好 我是许多 我方便 你说 其实是这边的申报出了点问题 所以很遗憾地通知你 就全部能够做出这个愚强 还好 我感视你 不 super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臣苏 我身非是觉得 我是自己兼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最后看见 这是你的 vesting 很远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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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光 我这个人呢 很直接 你别介意 你有什么话您就直说吧 艾米呢 今天带着我和她妈 去看了一眼她现在工作的地方 你们去想吧 想的蛋糕确实很好吃 但是这工作呢 确实不是我们想象当中 艾米应该做的事情 好 还做了什么呢 是不是 我可以让你找到 今天那样东西 有点可放上 里面 要对他的 有点能够 那叫做 也找到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本来是这样的 人家 好像是这样的 才一家人的 医生说得出 你这一家人都不让我来 是一家人都不让我去 这些人都不让我去 走 说回回 这千斤蛋五百斤的 还得老娘收拾 您下次浪迹天涯的时候 能不能自己把自己的包裹 打包好啊 我觉得 咱们也许可以买房子了 十万块的奖金 加你的存款 我的存款够吗 昨天晚上 我妈给了我一笔钱 你管二老借钱了 我没管他们借钱 我就跟他说我要回上海了 我妈就给我一笔钱 说是作为买房基金 我想着反正我也缺钱 我就先收着 反正这钱日后我会还他们的 那咱们现在给小夏打电话 看房子去啊 打电话 看房子 他们两位老人家总算是走了 我们也可以回归到 我们的二人世界了 你是心情不好吗 我辞职了 我辞职了 这么突然啊 你不会是打算签约了吧 我想试试 我的郭先生果然不一样 现在学会手起刀落 滚断 就是可惜了 伯利大学要失去像你这样一位 王牌教师了 艾米 我希望未来 我们还是能够一起谢谢你 怎么能够需要这两个字 明明是一定肯定 有没有给你钱下去的 为什么我觉得 我刚才两个只能够 我变得想起来 他们说的话你就不能往四里去 我们家人就跟我一样 都可以全套这招牌 真的 我变成熟了吗 我等着怎么回事 我们都是没有人 我这趟的时候 我再多好 我提到事都不错 你可能会是什么 没有 只会自己的 艾米虽然先做得很好 但是我不敢说 他人多得不断了 而且我年纪中的那种 不守我的学生 不一定会后来变得 才是 你还应该是一年小孩的 所以 你不能跟我说什么 我看你 我分手了 我再说一遍 就要你 想不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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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不开就不开 你说在一起就在一起 希望我陪你写消息 我就得帮你写进去 现在我也够了 你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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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和你一位 很多年快乐 我到网站 你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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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我上海拟 你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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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対不起 你忽奸 你不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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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不太 你不太 你看 虽然远了点 但房子还可以啊 是吧 不错 小心了 今儿都不着急啊 这一片要建一个什么 高薪企业园区 要涨价 涨价 不是 我上午跟你约着看房 你都没说涨价 我们到了 你说涨价 你这 你这是跟房东约好了 忽悦我吧 不是 不是 我刚收到群里通知 这一片都要涨 那涨多少啊 大概 比之前的预算 涨个二十万吧 这么多 其实咱可以考虑一下 上海周边的房子 你看啊 从这儿 往西十公里进入嘉山 那儿真有几个品质 相当不错的小区啊 而且房价才一万多块钱左右 也就是说 以您现在的预算 或许可以直接移步到位 整个大两居或是小三居啊 只不过唯一的毛病 可能就是多了一个 浙江移动欢迎你 但是 省下来的钱咱可以买两车啊 从那儿开车到上海 走快速路也就十五分钟 你觉得呢 要不去看看 来都来了 看什么看 不看 我是回上海 又不是去浙江 那要不 你们看看预算能不能 你说得轻巧 你给我 行了 小夏 你冷静一点 人小夏也是给咱推荐房子 你别有气往人家身上撒 上午我们给他打电话的时候 还没说涨价 我们大老远跑过来 突然就涨价 这不是闹着我们玩吗 这 没钱 咱就再攒 你别着急 我不就是想给你一个家吗 谢谢小夏 没事 应该的 走走走 笋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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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再玩手机 我就把你手机扔了 我再找同意他们借钱 我要买房 你以为借钱不还啊 买房子又不是逞能的事 得做计划 我做了计划 这次我回上海 我一定要给你一个家 买房子又不是你想买 就能买到的 再说我也不着急啊 我着急 你着急你也得靠你自己啊 你着急你也得靠你自己啊 我现在不是靠我自己不行吗 你之前给我那些书 我现在算是彻底读懂了 书里面有英雄 也有小人物 而我 而我 注定就是那活不过三章的小人物 现在弄成这个样子 管我没有看清我自己 你别这么想吧 我知道我自己什么样了 你 Moses 这就是现实 感谢观看